马斯克押上身家性命赌特朗普到底是为何 特朗普二进白宫 马斯克无疑立下了汉马功劳 特朗普锁定总统宝座后 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与马斯克等重要支持者 一起开香宾庆祝 期间 特朗普发表零散的胜选演讲时 用了很大一部分篇幅感谢马斯克的付出 将他形容为超级天才 一颗新星 并生动地讲述了 马斯克的公司SpaceX制造的火箭成功着陆 马斯克则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美国的未来将会狠然 然后他又接连发文 美国人民今天赋予了特朗普一项明确的变革使命 未来将会非常精彩 他还配上了一张火箭发射 一飞冲天的照片 有目共睹 在竞选期间 马斯克为特朗普夺回白宫 立下汉马功劳 这要归功于他庞大的商业帝国提供的两大武器 其一 马斯克净资产超过2800亿美元 他被爆花了1.19亿美元 资助旨在帮助特朗普连任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在选举日前的最后几周 他还在摇摆州开展了拉票活动 每天随机挑选一名幸运者赠送100万美元 其二 他将自己收购的具有重要舆论影响力的推特 变成在线扩音器 改变了内容审核政策 不断广播有关支持特朗普竞选的内容 当然 马斯克的努力没有白费 当特朗普的胜利变得确定时 马斯克的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 股价上涨了14%以上 市值一夜之间增加了8500亿元 马斯克的净资产飙升 牢牢占据了世界首富的位置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很多网友都不明白马斯克这到底是干啥呢 要是特朗普败选 马斯克不得被民主党清算 答案确实是这样 但马斯克憋了一股气 一股不入流的气 原因也很简单 马斯克不在美国精英派的体制内 也就是所谓的军工复合体内 马斯克事业做得再好 再有钱都不是自己人 特斯拉电动汽车在美国不受待见 拜登支持新能源汽车 居然不邀请马斯克参加 新能源补贴排除了特斯拉 SpaceX替NASA干的活最多 干得最好 但SpaceX从NASA拿到的活 只有波音的三分之一 而且都是吃力不讨好的活 挣钱的事情都给波音拿走了 马斯克于2002年成为美国公民 直到四年前 他还自称是一名温和民主党人 但在拜登政府期间 他成了民主党的批评者 2022年他称民主党已经成为分裂和仇恨的政党 并确认他将转而投票给共和党 但他仍然批评特朗普 并于2022年7月发推文称 我并不讨厌特朗普 但特朗普是时候挂起帽子 驶向西洋了 他接着表示 如果特朗普再次竞选总统 将会太过戏剧化 在2023年 马斯克表示不会投票给拜登 但也没有表态支持特朗普 而是称 这绝对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2024年7月 马斯克正式表态支持特朗普 在回答为什么参与政治时 马斯克表示 美国正处在十字路口 尽管他的财富在拜登任期内 增加了数百亿美元 但他认为 美国联邦政府的干预和操控 令人不安 如果特朗普这次败选 马斯克在美国就待不住 马斯克的打算是 移民到中国 以后在中国生活 在中国发展 因为马斯克特别亲中国 特别喜欢中国 特别喜欢跟中国人打交道 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 我们的北京 上海 这是很多美国人 都公认的一个事实 马斯克的电动汽车之所以能成功 是我们的超级工厂给了他助力 马斯克的超级工厂就建在我们的上海 特斯拉现在卖出了300万辆车 马斯克还特别有国际政治眼光 他直接给特朗普建议 说台湾应该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台湾本来就属于中国 但是马斯克也认为台湾政客非常不守规矩 说台独与日本和美国人勾连 最后只会给台湾带来战火 所以马斯克希望两岸能早点统一 他说如果两岸统一 他就把企业设在台湾 如果两岸不统一 他就把厂建在武汉和上海 不准备在台湾设厂 11月6日 据路透社独家披露 马斯克日前向给他的航天企业 SpaceX提供零部件的台湾供应商 提出了一项要求 把生产业务搬出台湾 总共涉及到46家工厂 所有费用由工厂自行承担 不迁出将被踢出SpaceX供应链 美媒表示 马斯克开始帮助董王制造业回归美国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第一个吓刀的 竟然是对岸 2020年台积电就宣布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一座先进的芯片制造工厂 大量设备与工程师以及工人举家迁往美国 尽管该工厂到现在都没正常生产 但制造业回流美国 或将在特朗普当政后大规模发生 特朗普时代就鼓吹要制造业回流美国 这个想法特别好 美国再次伟大必须依靠制造业 但美国早已没有制造业的土壤 想要重建至少得几十年时间 特别是在中国有一个比美国制造成本更低 品质更好的环境时 美国更加不可能 但在特朗普强迫政策下 肯定会有一个混乱的过程 所以问题来了 马斯克真是特朗普制造业回流计划的急先锋 答案是错误的 马斯克只是预见了 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湾供应链危机 从路透社报道的内容可以看出 SpaceX让这些企业把生产业务 转移到台湾以外地区的理由 是地缘政治风险 而且有一家企业已经把生产业务 转移到越南了 另一个来自台湾一家卫星零件制造商的信源 则补充说 把生产业务搬出台湾 是SpaceX直接对供应商提出的 以上报道可以看出 SpaceX的要求是离开台湾 去和台湾成本接近的其他地区即可 比如越南以及东南亚等 SpaceX每年要为星列星座发射几千颗卫星 要建立一个四万颗卫星的禁地轨道互联网接入星座 未来每年更新量都能达到三千到五千颗 所以SpaceX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供应链 为什么让供应商迁出台湾 原因是马斯克已经嗅到了危险信息 未来台海危机发生之时 必定会影响到星链的建设与维护 从现在开始改善供应链安全 那绝对只未与筹谋 从马斯克赌上身家性命 搏特朗普赢一样 毫无疑问 马斯克的眼光是毒辣的 所以各位今天要思考的问题是 这一天到底还有多久 与此同时 马斯克有可能在特朗普政府混得一官半职 而他的企业也将从中获益 此前 马斯克在面临任何罚款或处罚时 都会指责政府过度干预 并提出要帮助政府削减不必要的职位和部门 在竞选期间 特朗普曾公开承诺将他开设一个新的部门 当地时间11月6日 马斯克在平台发文写道 美国政府的激进改革即将到来 这将结束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 马斯克将这一潜在的举措称为政府效率部 简称DU技艺 有意思的是 这正是他推广的一种加密货币的名称 不得不说作为一名商人 马斯克无时无刻不再为自己的产品宣传 话说就在上个月 负责监管道路安全的美国机构透露 正在调查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软件系统 或许随着马斯克将有望负责削减政府 不必要的官员和开支 相关调查或将不了了之 然而 马斯克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他对未来的美国似乎有着自己的宏伟计划 在特朗普获胜后 与其他企业家奉承新总统不同 马斯克接连发了多条贴文 包括说美国又迎来了早晨 并附上了他向美国国旗敬礼的照片 他还发文表示世纪新秩序 此外 一位网友发布了特朗普和马斯克 在选举之夜上的照片 称他们分别是美国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技术官 马斯克转发了这一消息 他还表示 他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力求在未来的选举中发挥重要作用 显而易见 尽管马斯克由于出身背景 不具备竞选总统的姿态 但作为一个敢于冒险的人 他试图通过超能力左右美国大选 从而实现自己的商业和政治野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